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会讲一讲 有很多人问我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 我去看风水 有很多人问我 师傅,我是不是一定要转九运楼 就是以我传我 有些人以为九运的来临 我一定要住九运的楼才会旺 其实是大错特错的 也有些人问 我现在住的单位 即是现在已经住的单位 我是不是应该要大装修 将它改换天心 你记住,这件事要改换天心 将它改成九运楼 以及改换天心 究竟是怎样改呢 我现在就会在这一集里解答大家 千万不要走开 一定要看到最尾 探索这个QR Code 就会进入我这个陈定邦的TG Group 我在里面就会分享风水、玄学、 身心灵、生活、理财 甚至乎科技的资讯 首先我要讲讲什么叫八运楼、九运楼 或者叫七运楼 三运楼、九运楼 我们都讲过N这麽多次了 2004年到2023年 就是这个20年里面 就叫八运楼 所以在这段期间 建成的一些国楼大厦、单位 或者叫House 就是屋 我们称之为八运楼 八运楼里面就会有一个星盘 就是非星盘 不是洗手的星盘 就是非星盘 就像这样的 就是有些数字 我从未讲过这件事 我觉得今天也开始去讲一些新的资讯给大家 可能没有风水底的人 可能今集会听得比较辛苦 但我也想大家去明白 这里就是一个叫飞升盘 这个九格 代表什么呢 八个方位 中弓 八个方位和中弓 我现在就放回这24山 什么叫24山 24山就是把360度分割24份 360度你知地球圆 分割24份 每15度就是一个山 就是说 你可以是向 我们很多时候风水师就说 左北向南 我们不会这么不Pro的 我们Pro的 就是说 是坐五向子 或者叫坐钉向跪 有些名堂是细分到 究竟你是南的哪一角 原来正南都有分三份 就是我们把八个方位 我们再乘三 就是会变成八 三就是24份 这样的 OK 我先讲一讲 上面就是正南 正北 现在教大家笑风水 南上 北下 左东 右西 OK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述数的口诀 OK 其实你反过来 反过来 你说 不是呀 师傅 看开的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科学 就是我们的现在 历史 一直是北在上面 那你就反过来 北上 北在上面 这边就是东边 这边就是西边 这边就是南边 一样 其实你记住 这个地球是圆的 不用这么执着的 OK 这个只不过是 presentation OK 你喜欢这样看就行 你喜欢这样看就行 即是没所谓 OK 没所谓 那总之我们中国人 即是我们的 述数 好 那我们就喜欢 南就放在上面 因为南是属火 火又向上升 就是有很多节理在里面 那我为什么会拿这些东西出来呢 这个称之为叫做单位里面的白云盘 那这个单位呢 就是座东南向西北 OK 座东南向西北 如果在述数的 Terms 就是叫做座顺前 OK 座顺前里面呢 水龙右到位 这个叫做旺山 旺向 那这个呢 就在白云里面 我们称之为叫做旺财 游旺兵 那可能呢 有些人就会问 就是 啊 师傅 我是不是应该要换天心 会将这一道呢 我已经住了几十年了 是不是应该要换了做这个九云楼呢 好 现在揭竅 那你记住呢 每一个云 它这个座向 你记住 相同的座向 但是在每一个元云里面 原来是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盘 例如 这个 就是白云盘 同一座向 那原来呢 就变成了九云的盘 OK 九云的盘 那好了 如果我拼了的话呢 有什么分别呢 分别就大了 那些数字呢 不同了 喂 这些数字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什么东东来的呢 好了 那我解释一下 好了 那这两张东西呢 就是 坐东南向西北 但是你要记住呢 就是东南都有分 三个方位这样的 那我 以这个为例 那这些数字究竟是什么东东来的呢 那这些数字呢 就是一个山星 一个水星 一个云星 就是这样的 那有兴趣的人呢 那我稍后会教班去 去教这些东西吧 那总之 认住这一颗星 水星八 OK 那就是在八云里面 八是最旺的 那九云里面 九就是最旺的 OK 那在八云里面 那在这里开门 就是说旺气呢 就从这里开门入屋了 那就是说就容易财运亨通 这样的意思了 OK 这个是最简单的解释 但是要记住 八云圆的了 圆的就是退气的了 那退气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这家屋不旺了大佬师傅怎么办呢 那我们呢 就要考虑一下 去不去大装修 OK 那大装修呢 原来呢 装修完呢 在九云里面 即假设2024年 之后 装修 再重新搬进去 那这些才叫做改换天心 那就会怎样呢 它变魔术 变成了这样东西 那刚才呢 记不记得呢 不是有个八在这里 对比一下 OK 对比一下 刚才八在这里 现在九 就变成了 哇 孖狗 就变成了 你的门口 就变成了 是有一个孖狗来迎接你了 总之听不明白 不要紧要 就是说本身八 那颗星呢 我们就转门了 基于大装修完 转门天心 重新搬进来 然后变成了九九门 那如果你的门口 一样是继续在这里进去的话 恭喜你 那你就很值得去 转门天心 即是去大装修 去重新搬进去一次了 你刚好你的门口 假设我们用这个 你现在住在这里 八云盘 OK 刚才那个八云盘 如果你的门口 是 可能是开这个位 即开这个位 这个位 正北 即有时你知道 不一定开这道门 对不对 即有时可能是你 坐这道向这道 你不一定要向这道 即不开门 不是一定这道 总之 可能开门在这道 正北的话 认住这个角度 二四 OK 二同四 那如果我们大装修完之后 会不会好了呢 它也会变回四五 是不是旺星 不是 记得旺星是什么 狗 狗在这里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你装修完都是 徒劳无功 即是其实 旺不到那间屋 OK 就这么简单 好了 给多个例子 那好了 以这个为例 即这个为例 就是我们叫做 坐南向北 即是坐五向子 OK 听不明白的朋友 我尽量简化一点 总之 其实风水 不是我平时说到这么简单 的而且确 就是涉及很多 三元九运的东西 里气 这些叫里气 即飞升派 又有山声 又有水声 又有很多口缺 即四和三 就是碧六风魔 很多东西 你要去背 OK 不是我平时说到这么简单 我平时因为想你们吸收 所以才说到这么简单 但这里真正看风水 其实是要起码飞升盘 再加上别人的八字 就是这样拼在一起去看 OK 今天就讲简单一点 如果坐南向北 那如果门口开这里 OK 看清楚这里 门口开这里 咦 那我究竟 我用不需要去转门天心呢 就是我用不需要去转做这个狗运 那其实这间是八运屋 那你直接住下去 去到狗运都可以 因为为什么 它已经有狗在 Ready for you OK 就是Ready了 已经是旺的了 因为有一颗水星的狗在这里 OK 水星的狗 所以97 就有口缺叫做97合切 就常朝回陆之灾 不过这个我迟些才说 就是容易是花钱多 或者叫火灾 就是那些什么 不过这个年代很少火灾 那这个我们容后再说 就是总之 旺星有没有 有 那就是说这间屋住到狗运 一路横跨去到2024 继续住多10年八载 行不行 行 那如果真的要装修 那怎么办 如果门口在这里 真的在狗运里面 那20年装修 那怎么办 师傅 行不行 都行 因为装修完狗运 都是变孖狗 OK 都是变孖狗 所以如果我们很简单 从一个门 OK 只是从门 你记住不要跟我拗 不是 其他的什么飞升 什么叉了 什么什么 那些是牵涉太多的东西 如果我们只从门 去看旺与不旺 你适不适合装修呢 我们正正就是这样看 就是这个八运盘 和九运盘的分别 OK 我们起码要知道 究竟收不收到旺星 那为什么我以门口为例呢 因为门口是一个总气口 就是一个大的气口 那这个都可以的 你会记住 九运里面 我想说九运里面 是没有所谓的旺财旺兵的 要是全旺财 要是全旺兵 因为是双声道向 和双声道座 好了 再给一个最后一个例子 大家看 最后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 好了 这个呢 就是这个座西南向东北 OK 座坤向紧 OK 这个呢 在八运里面 就是选财双丁的 不过 我们讲的简单一点 如果他的门口在这里 门口在这里 看着我箭嘴 就是我摘笔 在这里 咦 认不认得有个狗 即是狗运呢 如果门口在这里 这间八运楼可以直接继续去住 因为他已经开了一个旺的门 OK 好了 如果我们手行 不要了 大装修了 去到二四年之后大装修一次 那怎么办呢 就是转门天心 又重新搬进去一次 好了 那会变成什么呢 刚才的三九门呢 就变成四二五门 是一个downgrade 就变成了 风水没有以前那么好 除非 除非 你本身 你的门口开这里 OK 八五 八五 然后你大装修完之后 就变成九九 那你的门口 就值得去装修一下 希望今天呢 就这样 这么简化去说给大家听 就是想大家知道 就是 你问我 可能你有些人打电话 或者甚至乎 真的有些人走过街 去问我 我的单位是否适合要装修 不是这么简单 三言两语 告诉你 还有呢 就怎样改变天心呢 改变天心呢 其实呢 由古至今就是 改变天心 其实呢 那些屋 打穿的天花板 就是中间那里 吸收的天地灵气 然后晒太阳 可能是一百八十日 可能是半年 一年 但是就知道 都市人哪里会容许 这些东西呢 所以呢 一般就是说一尊一雅 天地长 就要去整好 还有呢 我觉得呢 最重要的也是 重新立极 那一样东西 就是呢 我觉得呢 那个人去搬进去那间屋 其实都是会容易享用到 那个圆魂的东西 比如你是九魂才搬进去住 或者叫八魂才搬进去住 就是重新立极 这个动作也是很重要的 至于就外间呢 有很多的门派 有不同的说法呢 那我就不去评论了 但是我的 就是我学过那一派 就一向都是说 一尊一雅 那他最好就搬进去 就是 起码地就要铺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接着长生游过去 天花板游过去 直到大装修 大装修 然后呢 就重新摘个日子 重新再搬进来 就搬出去再搬进来 重新再做过呢 就可以叫做 改换到天心 至于 是不是真的要搬破 什么天花板 什么东西 傻的啦 就是怎么会被你这样做 搬破了 人家怎么住呢 你知道我们的高楼大厦 每个单位 你搬破你的天花板 就是人家的地板 没有可能的 所以就改换天心 有些人呢 亦都想遵从 就是什么曬太人 什么曬粥 OK 你容许的话 你可以去曬的 但是我就自己觉得 就是我 因为我七运到八运的时候 已经开始帮人去 就是我们叫做 业余地看风水 就是跟着老豆 有些人呢 我发觉他没有大装修 其实他有重新去做一个 搬出搬入 就是那个动作 其实有些东西都会中到 那个八运盘 那样的东西 真的好像改换了天心 虽然他明明没有大装修 原来老豆就有告诉我 不是的 最重要的是 你个人 整个家人 又搬出 然后搬回来 OK 原来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 OK 那想最确定 是改变到八运转九运 那我觉得就是要一尊一 最好就要全博 记住 不要那么老莽 就是将你现在现有住的楼 去换这个所谓的九运楼 这个是以我传我 即是不一定说九运 就一定要九运楼 不是的 就像刚才那样 我已经解释过给大家 真的好像这个盘 即是好像这个盘 这个八运盘 但是 看不见到 如果你的门口是开这里 其实九运已经很正了 即是木火通明 这个木火 OK 3 9 出奇人意识 我自己最喜欢的 其中一个组合 所以 为什么说 你真的有这个需要 不介意的 你可以问我 或者我会找一些所谓的 徒弟 或者一些人会解答到你 你究竟是否应该要 将它大装修转圆 记住不要手多多 因为手多多 这些是返回不了 即是返回不了 明白 明明这间赚钱 我下跌了 更坏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 可能听到一头无水 但希望大家听得明白 Scan 这个KR Code 便会进入我这个 陈定邦的TG Group 我在里面 便会分享 风水、玄学、新心灵、生活、理财 甚至乎科技的资讯 喜欢这条片 记得要like share和subscribe 还要按铛铛 一有新片的时候 便会通知你